鍋子可以做這個溝通的事情實在太好了 就是世界上就是很多不一樣的人啊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覺得跟人家不一樣的人 你要知道說其實好多人都跟你一樣承擔著他的跟人不一樣 那我覺得在性別認同上不一樣 真的是老天爺給一個很大很大的功課 那這個功課其實不是只有每一個當事人要修 可能就是我們大家都要一起知道說我們到底要怎麼樣相處 有沒有那麼不一樣 沒有要冒犯誰也沒有要冒犯任何人的家庭 這是一些我們我也不知道我們有些人很生氣啊 我不知道怎麼辦 那但是我們就一起努力好嗎 看見愛的本質其實都是一樣 我覺得看見人吧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做同志運動最重要的 就是讓大家看見人的生命跟這個人的本質 所以我覺得看見人看見生命就可以了解愛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看過非常多嫌惡的眼光跟不瞭解的眼光 但是我覺得只要人跟人的互動開始之後都是一個改變的可能性 當我期待對方了解我的時候其實我也會試著去瞭解對方 以前不管是我還在男生的身分或者是已經跨性別出來交的女友 其實就是都是一樣的感覺啦 主要還是一個心理認同上面的一些問題吧 那不管以前或現在其實我覺得都差不多都是一樣的 我覺得很支持她 而且很自豪她是做這個工作 我覺得感染就是生病 就是生病這件事情 為了為什麼大家會被這麼多的包袱卡住 然後其實弄到自己還蠻痛苦的 我是一個感染者 然後我第一次 當我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的時候 其實沒有腦袋是一片空白 不知道該如何去思考這件事情 那很多計畫的未來也不知道 會不會還能不能做到 或是會不會如我預期般的能夠實現 我那個時候最怕朋友家人 其實我沒有辦法區分誰 誰知道我會最怕 我害怕任何人知道 一個感染者如果表現出開心的樣子的時候 會有人覺得鬆一口氣 或會有人覺得放心 所以我開始跟身邊的朋友講說 我是一個感染者 那也非常幸運就是 當我跟第一個朋友講 第二個朋友講 然後他們都表現出 關心我支持我 或是想要抱抱我的那種感覺的時候 我就開始慢慢的跟別人說 我是一個感染者 我其實是跟他在一起 是我先知道他是感染者之後 我才跟他在一起 然後當初的那個情緒很複雜 我覺得是我怕 可是我覺得可以嘗試 然後或許沒這麼恐怖 所以就走到關係裡面了 結果走到關係裡面之後 發現有非常多的問題這樣子 就是比如說親密接觸的時候 要怎麼處理那一切 然後有很多讓我在生活上都很焦慮的事情 我覺得最主要是 我覺得很多資料或是很多的資訊 其實都是足夠的 可是我相信不是只有理性的資料跟資訊 可以解決一個人解決那個焦慮的問題 最主要可以解決這個焦慮的辦法是 真的跟一個感染者接觸 然後多了解他的生活 多了解他是怎麼樣活在這個世界上的 我想看到這些人的生命之後 你自然有辦法去跟一個感染者生活 甚至是做更多親密的接觸 還有哪些人 還有哪些人 快樂 這裡 可以 還不是 最主要是 真的 又是 真的 有 總有顛簸 沒有是非對錯 誰的過 我們愛相同 錯相同 但就世界都能懂 往前走 前方有彩虹 要趕穿越過 不迷惑 只要放開手 換自由